刚刚提到的就是继承 比如说我继承这个frame之后 继承过来之后呢 但是你会发现我的这个参数无法传递 也就是说我在new的 我参数没办法传递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set这个title 那如果我今天要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希望他也能够传递参数该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话呢 在下一个范例就提到 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加上一个所谓的建构 建构源 或者叫建构值 在那个第17之7页这边 这边有个叫做加入一个建构源 也有翻译叫建构值 也就是说我今天在new的过程当中 就会触发这个所谓的建构源 或建构值 也就是说我今天要传递的话 我可以先怎么样做动作 你会发现这地方 本来这地方 没有办法把这个title加进去 那我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public 而且建构这个建构值 它一个很特殊的部分 就是说你只要加上什么呢 你不需要加上void 它也是不回传 很特别 因为我们如果要不回传的话 方法都要加上void 可是这个建构值 它不需要加上void 但是它也没有回传值 那它写的位置 就是在extense的这个 你可以一般习惯是写在这个man的上方 然后extense下方 也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建构值 那只要我们new的 只要我new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触发 比如说我今天new new它之后 那如果我传递 刚刚有错误 假设我今天呢 触发它之后呢 我new一个新的自己本身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参数 做传递 我可以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 我可以直接把这一串 直接在这边建构值的地方 做一个 做一个引述 这个引述就是把这个字串怎么样呢 这个字串 丢过来到这个string 对不对 那我今天因为我要给我的父亲 这个 这一段这个字串 所以呢我可以做一个动作 就是说 我可以丢过来之后呢 在这边 再丢回来 那这边有一个叫super 特别注意哦 super呢 指的就是 我的上一层 比如说我今天是继承 friend 对不对 在这里加上一个 super的话 指的就是friend 也就是说呢 我再把这个string 再传给friend 它就得到一个什么呢 那个名称了 那实际上这个绕一圈 主要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去继承我父亲的那个title 所以呢我变成我要绕一圈 再用super的方式呢 丢给我friend 他就具备有那个所谓的title的这个名称 所以那这边其实有绕了一大圈 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在继承的过程当中 就是会有父子的关系 那如果说有些参数无法传递的话 就必须要透过所谓的建构源 有些书是翻译成叫建构字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要再做一件事 就是add label 也可以直接写在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直接写在下面 也是ok的 只是说你也可以在建构源里面呢 去做一些事情 那所谓建构源就是说 你只要new的过程 你只要有这个new的动作 他就会触发这个建构源 如果没有new的话就不会触发 这个触发的时机要特别注意 我们来用那个除错模式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先把游标停在这地方 他会new一个对不对 然后我new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就会跳到上面来了 跳到建构源 所以在new的过程 为什么要写建构字 主要就是说 我如果我今天 会有需要做哪些事情 是在比如说我今天建立一个实体的时候 建立一个实体的时候 我会需要做什么动作 就可以直接写在那个所谓的建构字里面 那今天我要传递一个参数 给那个我的上一层super 这个super也要记得 super是我的上一层 我的副层的话 那我假设我指自己的话 有一个另外一个关键字叫做lis lis 如果是上一层的话叫super 那这个地方我就直接 run 那你会发现run完之后的话 他就把这个字串 传递给frame 那之后呢 add一个label 然后你会发现他又跳回来了 也就是他初始化了 有点像建构纸有点像初始化一个 在实体过程 就是把虚的class要把它变成实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做哪些动作 就可以直接在建构纸里面做 那在这个地方他就 这一行就结束 那就往下 那并且把这一些去执行 执行之后 就会产生我要的结果了 这地方的话 我们run run出来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 结束因为我没有加上那个事件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动作 那这边的话呢 我想你们试试看 就是说了解 顺便了解一下 extense 加上一个建构纸 那顺便这个传递参数也了解一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